走出酒吧的时候,他们刚好看到被塞进车里的拦望机,齐文浩看见俩人后冲着这边回了个眼神,毕竟出现在这里,遇到熟人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们心照不宣,为无限也不在乎此刻的难看,眼神不受控制地看着车上的某人,竹卉星只是皱着眉劲显不悦,齐文浩盯着目光上来扯,浑身打了个哆嗦,冲着后面的人抱怨着你这喝了酒, 也太禽兽了吧,把人家嘴都咬破了突然一个锋利的眼神让他收了声,然后启动车子,他透过后视镜看着身后俩人拦了辆出租车,竹卉星把魏无限赛进车里对着外面的人说着寒冰,谢谢你,今天给你添麻烦了,叫寒冰的便是这座盖巴的老板,他摆了白手是我照顾不周了,回去之后记得说一下,听不到后面说什么, 但莫名让人觉得不爽,齐文浩继续抱怨跟你说,你欠我个人情,本来是撩帅哥的,结果给你挡了他过去的时候,刚好听到里面的动静,顺便也挡住了想去厕所的人,往前面放了一个正在维修的标志,当然也拦住了前来找人的竹卉星 竹卉星当时审视了他一番,然后便默默走开,站在一旁等着,齐文浩见不用解释自然省事,但莫名地感受到一股敌意,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看着后面的车跟他们,在他们后面跟着不一会,便转了弯,拦望鸡眼神朝外看着,不知道是在看着些什么,要不就,别去了 竹卉星看着面前收拾自己的魏无羡提着意见,魏无羡手上顿了顿,没事,公司都这样安排了 而且,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负责的,那,要不我跟你去吧 魏无羡你不上班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更何况,你这样不怕你诚哥吃醋 竹卉星一慌你,知道 其实他也是昨天刚知道的,他知道竹卉星这样的,不会没人追 而且确实在谈着一个,具体是谁倒是不清楚 昨晚在车上,他倒在竹卉星肩膀上的时候,听到了竹卉星在接电话 里面人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对竹卉星特别宠的那种 魏无羡心有抱歉因为我害得你爽了你对象的约 抱歉啊,哪有的事,竹卉星赶紧蹦起来 脸上似乎还有些小害羞,也不是男朋友了 魏无羡呜了一声暧昧气啊 他,竹卉星不知道该怎么说 魏无羡拍了一下他说着如果觉得合适,就大胆一次 恋爱里有什么对错,就两个字喜欢 竹卉星点了点头问着那你跟他 魏无羡脸上的笑收了一些我们的情况有些复杂 他挠了挠头,他慌张无措的时候就喜欢做这些动作 竹卉星想起了魏无羡说,那个他有人了 而且,那个人似乎是昨天的那个人 但是,他又想起来,那个人昨天还毫无负担地在那撩着调九帅哥 确实有些复杂 他拍了拍魏无羡既然碰到了 有些事情要顺心而为 魏无羡没有细想逐卉星表达什么 只是苦笑了一下 魏无羡今天穿的不是正装 因为不是谈工作 而且陪晚 他穿了个简单的卫衣外面 搭了个红色的格子外衫 很有学生的气息 杨贺琪看到他时有些惊讶 干嘛戴着口罩 魏无羡心虚地又将口罩网上拉了拉没事 有点上火 杨贺琪便也没再追问 公司的话是除了参与人员外 就杨贺琪跟魏无羡 而云深那边自然是所有视察人员 包括蓝忘机 他们穿得也很随意 齐文浩就简单穿了件运动装 而蓝忘机则穿了件软衬衫 跟平时的工作装少了件外套而已 而袖口处被眷了起来 见到面后还是有些尴尬的 魏无羡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齐文浩倒是热情 但是魏无羡似乎没什么心情 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他们默契的谁都没有提那碗 酒吧的事 齐文浩自然也感觉出来魏无羡的疏远 他疏远蓝忘机可以理解 对他防备是什么意思 杨鹤奇很能说 他们这次坐的船 所以杨鹤奇担任了这次解说跟导游 魏无羡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地听了一路 其实他有些不舒服 再加上戴着口罩 仿若将这次的不舒服放到最大 他起身快速走到了船尾 扶着船干干土了一会 他抹船 不算很严重 但是是不好受的那种 像以前如果坐上一天船 他能一天不吃饭 他扶着赶看着外面飘荡的水面 突然眼前出现一瓶水 他愣住抬头看了眼人 齐文浩明显捕捉到他眼里的失望 他只是心里吃得白了眼仓里坐着的人没事吧 运船 魏无羡昏接过水说了声谢谢 有点 不过还好 不用谢 谢得不该是我 杨鹤奇跑到蓝忘机身边 将手里的药递了过去蓝总 给你的晕船药 去依赖必须要坐船 您再忍忍 其实蓝忘机有提出来换个交通工具的 但是依赖四周还水 周围气压不是费性 当时是备了药 蓝忘机嗯了一声 将那要拿在手里 只是盯着看了看成分并没有想吃的意思 外面齐文浩跟他现在一起看着周围的景色 听闻这一来是你们公司最有名的产业 怎么想到设计到这环水处 我来的时候 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 不过这个项目确实是最成功的 魏无羡例行公事的介绍着此处静谜 可以让人远离城市的烦销 给心灵以净土 心况且怡然自得 悠然畅快 这也是设计此处的最初愿景 一直没有问过 你在这个公司多久了 我没有其他的的意思 就是觉得 你很优秀 魏无羡笑了笑没多久 不到一年吧 经验不足 全靠齐哥带了 齐哥 我比你大 你也可以喊我生齐哥 魏无羡愣了愣 然后笑了 齐哥 齐文浩揽住他的肩膀来 这就对了 相识一场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貌似说这个没什么毛病 但是对于那心照不宣的身份 似乎这句话不太妥当 齐文浩似乎也觉得不妥爱 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 似乎怎么说都不对 他低声骂了一声家 我觉得 你懂我意思吧 魏无羡被他这番笑到明白 我知道 齐文浩看着他的样子有些疑惑 但也不愿去深究 大大咧咧地跟他称兄道弟 魏无羡也坦坦荡荡 齐文浩这个人确实不赖 难怪可以站在他身边 杨鹤齐还因为之前的失误 觉得愧疚 想问一下蓝忘机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看着那张黑脸 他瞬间寒毛竖起 这次结束后 他是不是要卷铺盖走人 一直没让鸡说话 是觉得这件事 得献先开口 二哥也是这么想的